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 斐立门书剪影的单元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一同要来看斐立门书 因为它是圣经里面 最短的一封书信之一 最短的一卷书之一 它在希腊原文 总共用了334个字 但是我们知道 这里面所蕴藏的智慧 有人说是胜过 世上所有的智慧 我们现在来看 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上几次特别说到 福音的大能 能为我们完成了什么事 因为我们说过 斐立门乃是保罗 为着阿尼西姆 就是一个陶奴 向斐立门求情 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生在一个 非常不合理的奴隶制度之下 当时在罗马有六千万个奴隶 但是我们看福音能做何等的事 福音本身并没有冲击到制度的本身 没有废除那个制度 但是我们知道福音 却是改变了阿尼西姆 也改变了斐立门 所以最后应该他们互动的结果 那么根据教会历史的传说 那么后来阿尼西姆 做了教会中的长老或者建筑 那可见他应该是得到施放 所以我们知道说 虽然这个施放奴隶是 二十世纪的产物 但事实上呢 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办到了 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呢 永远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而且甚至于可以说是超前了 两千年之久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这一卷书的特点 就是斐立门书的特点 那就是大家许多时候忽略了 就是当我们这个读斐立门书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其实当保罗在监狱里面 写斐立门书的时候 同时也是他写以夫所书 和哥罗西的时候 所以大概呢 这个以夫所书 哥罗西书和斐立门书 是同一个时候写的 我想我稍微的给大家一点概念 保罗的一生呢 一共写了十三封的书信 最早的两封书信 是贴萨罗尼加前书和后书 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 就写第二组的书信 那就是罗马书 加勒泰书 格林多前后书 那么再后来呢 保罗就在罗马监狱里面 写了四封的书信 那一封的是 以夫所书 哥罗西书 菲利比书 还有菲利门书 然后最后呢 是三本提字书 就是提摩泰前书 后书 还有呢 提多书 那么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事实上呢 我们根据以夫所 哥罗西跟菲利门 所得到资料 是非常可能呢 是同一个时候写的 也是同一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信 就送到以夫所 也就送到了 也就送到了 这个哥罗西 同时呢 也送到了菲利门 那么菲利门呢 事实上就在哥罗西 所以事实上 同一个时候呢 这个信送了 两个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以夫所 一个是哥罗西 那么以夫所 离开哥罗西呢 大概是 有点也许是台北到高雄 那么远 或者少一点也不一定 但是总是 这样的一个 大概的距离 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 保罗就借着一个人的名字 叫做推击鼓 那么就把这个 三封的书型的同时 就送到他们的手里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 读了这个以夫所述 第六章 二十一节那里有一句话 我念给大家听 经由我所亲爱 忠心侍奉主的兄弟 推击鼓 他要把我的事情 并我的景况如何 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所以可见呢 这以夫所书这本书 是推击鼓 送到以夫所教会的手里 以夫所圣徒的手里 那么 然后大家如果再看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七节那里的话 也很有意思 他说 有我亲爱的兄弟 推击鼓 你看同样一个人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指使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的忠心兄弟 阿尼西姆同居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你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他们 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所以可见现在有两个人被保罗打发 一个是推击鼓 还有一个就是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就是 菲利盟很重要的人物 那么 那么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见 我们现在很清楚 就是以夫所书很明显是 推击鼓带去的 那么现在又说到推击鼓 要将我一切事都告诉你们 就是告诉哥罗西的人 所以可见的推击鼓是拿两封信 一封呢 是到了以夫所 那么给了以夫所的教会 还有一封呢 就给了哥罗西的教会 那么同时呢 阿尼西姆可能就拿着保罗的信呢 就是给了菲利盟 那就是菲利盟书 所以从圣经这些记载 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到 就是这三卷书呢 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 就是同一个时候写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意思就是说 当圣灵启示保罗写 以夫所书 哥罗西书和菲利盟书 几乎是同一个时候 换句话说 写以夫所哥罗西的那一位 也就是写菲利盟这一位 所以这三卷书呢 一定有一些特定的关系 现在我们要问 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 我们就容易明白 这个菲利盟书的性质 那么我们知道 在全本圣经里面 讲到保罗的启示 讲到最高峰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承认 应该就是以夫所书 跟哥罗西书 因为以夫所书呢 告诉我们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 而哥罗西告诉我们 说基督原来 乃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这是两面的 那都是讲到基督与教会 那么这个启示呢 是远远超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大的 我们知道 大家读罗马书的时候 讲到神的福音 但罗马书是 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 然后一直讲到天上 然后怎样被磨成 神儿子的形象 但是以夫所不是 以夫所一开始 就从神的角度 来论到神的福音 所以同样是 讲到神的福音 一个是从人 讲到神那里去 一个是从神 讲到人面前来 所以一个呢 是从地上讲到天上 一个是从天上 讲到地上 所以那个角度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以夫所书 一开始就讲到 我们怎样与基督 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所得到福气 乃是属天的福气 讲到以夫所第六章 就讲到 我们在天 我们就知道说 今天呢 我们属灵的征战 乃是在天上 所以这些都是 很明显的 让我们知道 当你读到 以夫所书的时候 可以说 把我们带到 属天的境界 那么不止如此 大家都知道 在罗马书也好 在哥伦多前后书 或者加拉太 就着保罗 是个犹太人的背景来说 那么他能所想象的 最大的就是 就是国度 就是有一天 米赛亚国 以耶华的知识 要充满全地 从日出之 从日出之地 一直到日落之地 你看耶华的名 是应当被称颂 所以到了有一天 讲到米赛亚国的时候 那一定是全球型 所以做一个犹太人 他们所能想象 最大的一个范围 就是全球 有一天呢 以色列人不做 全世界的尾巴 要做全世界的头 那么这件事情呢 对他们来讲是很 所以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 他能讲到全球 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盼望 但是呢 当你读到 哥罗西书 跟以夫所书 我们知道 保罗所给我们 看来宇宙性的 所以讲到 这个 讲到 这个 我们的主是怎样的 复活和升天的能力 怎样让他 复活以后 叫他能够坐在自己的右边 能够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那么 然后呢 是超过 一切都超过 所以 然后最后他说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所以 现在你看 这个教会 讲的教会 那是一个 宇宙性的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普通能够想象 所以毫无疑问 我相信我们知道 当你读到以夫所书也好 读到哥罗西书也好 你会发现 好像保罗更上了一层楼 他所看见的 好像是比从前更高 更大 所以讲到高大的启示呢 很少像以夫所 像哥罗西一样 不过这里有一个危险 当一个人看见一个很大的亮光的时候 很可能呢 他看见的是一件事 他的生活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 斐利门书就告诉我们 一个真的受 这个天上异象启示 一个真的受着启示支配的人 如果一个人真的看见基督与教会的话 如果他真的相信 基督是教会的头 如果他真的相信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这些人乃是在圣灵里面 被尽成功做一个身体 那这个启示实在是个很大的启示 但是呢 斐利门书就告诉我们说 一个拥有这样启示的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斐利门的时候 我们就碰着一个得出启示的人 当一个人他的启示 像宇宙那么高大的时候 这个人容易自高自大 这个人容易觉得悟空一切 很了不起的人 但是不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 真正有最高启示的人 我们发现他的姿势往往是最低最低的 所以当你读到斐利门书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一个这样有启示的一个大使徒 他连使徒的头衔都不用 他对斐利门说 我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他没有说我被尼路王被求 事实上是在尼路皇帝底下 他被求的 他没有说我做了尼路被求的 没有 他没有说我做罗马皇帝被求的 他认为表面上他带着锁链 其实呢 他是失去自由的 他愿意做基督的奴隶 所以让我们记得 在他的感觉里面 他和阿尼西姆的地位是一样的 阿尼西姆是个奴隶 他也是个奴隶 不过他心甘情愿做奴隶 他愿意做爱的奴隶 所以他说 是为了耶稣基督被求的保罗 写信给你们 然后他说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 吩咐你行合一的事 然而像我这样有了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是 为基督 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所以可见呢 这个保罗 他现在如果求匪利门的话 不是凭着权柄 他可以吩咐他 他不这样做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有权柄 能不用权柄的人 那实在是圣灵在他身上很有工作的 我们稍微有一点权柄 很容易滥用权柄 勿用权柄 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权柄 只有一个人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 他才能开始有权柄 所以保罗是个有权柄的人 因为他自己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 但是你看见他不随便有权柄 他宁可凭着爱心来求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他凭两点来求 第一他是向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 第二他是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有了年纪的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保罗在基督里面是有历史的 所以他是凭着基督在他里面的雕刻 基督在他生命里面 那个生命 那个丰盛生命的涌流 来对 来对这个匪利门求情 所以这个从表面上看 你好像觉得这个人不是 不是写以弗所哥罗西这个人 但其实不是 他就是这个人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帮助 就是说在匪利门书里面 你一面看见福音怎样的征服了匪利门 也征服了阿尼西姆 怎样在他身边做工 但同时你也看见 也在保罗身上 从这件事情我们就认识保罗 他是怎样是有了年纪的保罗 他果然是有历史的 不过这个历史乃是在基督里面的历史 乃是保罗是生命非常丰富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个人成熟的时候 当他一个生命 基督生命成熟的时候 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 那就是匪利门书的表现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为阿尼西姆求情 否则是不可能的 一个能够看见那么高大启示的保罗 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背景 还有呢 他说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所以他凭着两点 一个凭着基督在他里面的生命 来求匪利门 另外一个凭着圣灵 借着十字架在保罗身上的工作 现在你看见他失去自由了 他是为着主耶稣被求的 他凭着两点 一面你看见十字架他身上有个记号的 十字架他身上已经有了个伤痕 你只要看看他所带的锁链 就这样的一个保罗 所以他是凭着这两点来求什么呢 来求 来求这个匪利门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就是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异象就好 如果一个人有启示 能够像保罗一样 能有像以弗所那样的启示 像哥罗西那样的启示 那就好了 但是忘记了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 光有异象 而没有十字架的工作 那在我们上不容易产生天局 所以当我们读斐利门书的时候 你不只发现保罗是一个有异象的人 而且保罗是有天职 有vocation的人 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乃是一面让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 完全的充满他 他是一个律师的人 所以他说是我有了年纪的保罗 他不是以老卖老不是 在这里他是给我们看一看 他活在主面 他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 那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又是为主基督耶稣被求的 那就告诉我们说 现在十字架在身上 监禁不雕刻他 那么宁可 他说凭着这两点 他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我们不能够不对保罗的一生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复习 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认识 所以实在说来啊 我们能够知道保罗在什么时候写斐利门书 我们从斐利门书里面 你不只认识斐利门 不只认识阿尼西姆 要紧的能认识保罗 一个真的有歧视的人 在他身上 他的歧视没有流于幻想 他的歧视都能够实行的 是一个脚步一个脚印 他所以能够有 斐利门书这些的表现 就证明说 他是看见了他所看见 他完全受 他所得着歧视的支配 他完全受他意向的支配 所以他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意向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 有重大意向 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意向 可见意向不光让人看见 而且让人顺服 所以他说我没有违背 所以什么时候 他怎么能顺服呢 那这就是两点 一个是基督 一个是十字架 那基督的生命 就产生了有了年纪的保罗 那么基督的十字架 叫他失去自由 叫他是为了耶稣被求的 所以让我们记得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劝 阿尼西姆回去 阿尼西姆他应该得到自由 他从此以后不必再 做听别人摆布了 但是因着主耶稣 因着蒙恩得救了 他反而失去自由了 所以实在说来 阿尼西姆是为着 主耶稣被求的 他千错 姑且用反话来说 千错万错信了主耶稣了 他信了以后反而没有自由 如果不信 他反而能够逍遥 到他能够逍遥 他可以完全是个自由身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需要能够认识 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底下 我们再来读斐利门书 那么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给我们的印象 给我们的教育 给我们的帮助 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呢 需要把保罗的一生 稍微很快地复习一下 我们不会很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希望有一点的概念就可以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保罗属灵的一生 就指着他蒙恩得救以后 大概是三十三年 那么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 三十年 三十三十三年一样 三十三年半一样 那么这个保罗的一生呢 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一年 第二个十一年 和第三个十一年 那么主耶稣在地上 也是三个阶段 三十年 三年还有半年 所以一共三十三年半 那么主耶稣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可见保罗的模式 生活的模式 那是基督的模式 那么当初保罗 当初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生活 今天主在他里面也怎么生活 所以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们的主呢 他的一生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十年 他隐藏在神面前 所以他好像在耶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他里面满了生命 但是这个生命的水 好像用水坝把它堵住了 那么三十年以后呢 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就在那 就出去到处的行善 到处的传福音 然后还没有做罪人的救助 之前先做罪人的朋友 那么主耶稣三年果然是结果累累 那么到了最后的半年呢 他就从各个他 就从黑门山呢 就走到各个他 所以一共可以说是三个阶段 那么这个三个阶段 我们知道第一个阶段 结尾的时候 天上有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第二个阶段 在黑门山 你看见又是有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所以三十年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那么第二个三年呢 就给我们看主的工作 他的工作呢 是生命的流露 所以等到那个水坝一打开的时候 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 所以主耶稣那三年之久 所做的工作 跟约翰告诉我们的 他所做的 如果我们把它记载 都记录下来的话 世界也容不下这些记录 所以可见我们知道 那三年主耶稣果然是 对不起 是结果累累 那么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么接着呢 他应该可以从黑门山就升天了 但是没有 他为了爱你我的缘故 他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各个他山 那么在这个半年里面 他对门徒说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换句话说 他最后要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主耶稣一生呢 可以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三十年 三年和半年 那么头三十年隐藏在神面前 第二个三十年 结果累累 第三个半年呢 就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 那保罗也是如此 保罗的一生呢 属灵的一生是三个十一年 他头十一年是隐藏的 到了第二个十年十一年呢 他就结果累累了 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很有名的环游步道 巡回步道 那么到处 他可以说走遍了整个的小雅西亚和半个欧洲 有人计算过他所走过的里数呢 大概是赤道的一半 所以他实在是结果累累 那么到了他这个第二个十一年最末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就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还有哥林多前后书 当他写这四封书信 我们可以说他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我们关于福音的启示 那保罗很清楚的借着这四卷书告诉我们 在人认为日正中天的时候 那么应该保罗最有用的时候 结果没有想到呢 现在保罗忽然间被监禁起来 保罗像犯人一样 从耶路撒冷后来居然被解到罗马 所以从此以后呢 最后的十一年 保罗就一直是在十字架死亡的阴影底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半年 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到十九章所记载的 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你如果比较这两个 两个的一生的话 你就发现保罗也是这样 但是呢 这就是我们说过 保罗呢 就在这个三个十一年的 这个这里面一共写了十三封的属性 那么就在第一第二个十一年的中间 他写了帖撒罗尼加前后书 那么到了第二个十一年的最末了 那么他属灵高峰的时候就写了 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格林多前后书 那么然后呢 他被监禁了以后 在罗马监狱就写了 以弗所书 哥罗西书 菲利门书和菲利比书 然后最后呢 要寻到以前 才是三本的体字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 他为耶稣被求 那就是等到他属灵生命最高峰 最有用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神应该多用他 多用十一年 像这样的保罗 是能够叫成千人成万人得救的 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 我们的道路 结果我们发现说 保罗呢 现在反而变成被求的 那因着这个缘故 他说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阿尼西姆就在这个时候 蒙恩得救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回过头就可以看 就知道说保罗是有历史的 到了保罗写斐利门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保罗大概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 现在慢慢的可以说发亮了 慢慢的成熟 所以当他说有着年纪的保罗 你就可以知道他一生怎样受圣灵的雕刻 但同时呢 他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所以现在他好像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他写了这个斐利门书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些背景以后 我们再来看斐利门书 你就知道说保罗实在是个生命丰富的人 他虽然得着最高的启示 但他的一生还是受着这些异象的支配 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象 保罗他一生一世 都是受他异象的支配 异象对他来讲不是看见 不是光是传递的 他乃是顺服这些异象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圣灵就一直在他身上工作 怎样刚开始的时候是隐藏的 然后怎样为主结果累累 就在这个做工工作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启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在人想不到的时候 既然神又监禁了他 他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囚弄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背景 叫我们能够明白非礼的事 好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谢谢大家